英國29歲的男子唐瑪詩優詩 和他32歲的女朋友 在2020年6月 是家中殘酷虐待6歲的兒子阿瑟 阿瑟頭部受致命一擊 在他閹閹一息時 繼母塔之丁還掛著拍照 十多分鐘後才打電話通報表示 阿瑟不小心跌倒 倒地之後又多次撞向地板 阿瑟最後因為嚴重腦損傷 更遠不治 在調查期間更揭發阿瑟遭到生父 及繼母長期虐待 他的身體除了有大量的明顯傷痕外 醫生更發現 阿瑟明顯被過兩位吃高鹽份的食物 導致鹽中毒 更有證人指出 阿瑟曾經被罰站14小時不准飲食 被迫躺在客廳地板等 法庭最新播放的閉路電視畫面顯示 阿瑟在離世前散藥都連被和枕頭都抱不起 跌跌撞撞花了兩分鐘才掙扎站起來 更加四度下說沒有人愛我 調查警員更發現 阿瑟的生父及繼母之間的簡訊 多次發出對兒子不利的說話 包括用繩綁著他的嘴 再在裡面塞著墨 你就動手把他結束 當中又有阿瑟哭泣的手機錄音 在44秒內阿瑟連續說了7次 沒有人會餵東西給我吃 目前案件還在審理 唐馬司優司及塔斯丁被控謀殺罪 判決尚未出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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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